油价下跌,最快这个月底,公路客运可能会降价2.5% 不过,业者表示,虽然油价跌,不过人事、厂站、汽车耗财全部都在涨 所以,客运工会已经向公路总局提出了调涨方案 希望票价能够再涨7% 油价不断下跌,但民众搭客运,省荷包的期望可能得落空了 客运也已经向公路总局提出涨价7%的方案 因为除了油价跌,厂站的租金,轮台耗财等成本飙涨 人事费用更让业者大喊吃不消 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四,这个司机都闲置 那么我们就要让他休假 但是礼拜六、礼拜天年续假期,就要1.5% 业者表示,每次油价跌到费率的标准 公路客运都有配合降价 但六年来却没有检讨过其他的成本 这回才会提出涨价方案 不过公路总局表示,油价才又刚达到降价的标准 到底是要先降后涨,还是两岸同时进行,还得进一步研议 根据上个月的柴油均价,公路客运 基本费率已经可以降2.5% 依照不同的路线,算出来可以降几块钱到13元不等 原本要降的票价,现在业者又提出要涨 是否脱钩处理,最快月底就有答案 记者林中午吴家宝台北报道